截至4月28日小编发稿时 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突破100万 死亡病例也高达58000余人 已领先第二名80多万的优势 高居全球国家确诊数榜首 而就在疫情丝毫没有得到控制的时刻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上周日表示 美国将于5月6日解除禁足令逐步开放部分经济 且美国经济将在第三季度开始复苏 面对这份解禁令 我们似乎都觉得是不是重新开放为时尚早 但实际上有些州早已迫不及待 昨日乔治亚州 南卡罗兰纳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已经开始部分重新开放 理发店 美容院 健身房等开始恢复营业 实际上从上周末开始 包括阿拉斯加州 德克萨斯州 密歇根州 肯塔基州 密西西比州 在内超过10个州 已经宣布各自的有限制的商业启动计划 小型服务类商业活动 在遵照指导意见 进行适当防护的情况下可以重新开放 田纳西州还宣布餐馆也可以重新营业 而此次疫情的重灾区纽约 州长科默也表示最早将在5月15日进行经济开放 率先采取放宽措施的将是纽约州北部地区 而不是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大都市区 各州州长之所以在疫情还未控制住之前 召集着宣布解除禁足令 恢复州内商业活动 是因为疫情已经对州内的经济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自3月以来 美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经上升至2650万 创下历史新高 而各大商界标杆也在疫情中纷纷倒下 美国最大的零属商尼文马克斯 在经历了112年的商界风云后 却没顶住这次的疫情宣布即将破产 尽管美国经济形势令人堪忧 但现在真的可以安心地解除禁足令吗 美国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废切医生说 美国在开始重开经济之前 至少需要将病毒检测增加两倍 废切在星期六由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办的一次网络直播中说 你需要足够的测试 所以当你要重新开放经济的时候 你可以很容易地识别 测试 联系 追踪感染者 让他们远离社会 这样他们就不会感染其他人 但事实是现在的检测情况却远远不够 我们还拿重灾区纽约来举例子 4月23日 纽约州州长科莫召开每日记者会时表示 纽约州已经在全州19线市的40个地点 用两天的时间对3000名外出的人员进行了第一阶段新冠病毒抗体测试 但纽约州目前总人口数大约为1945万人 如果按照13.9%的比例计算 这意味着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达270万人 而目前纽约确诊病例为30万人 这只占理论预测实际感染人数的10%左右 而两天测试3000人的速度需要12967天 才可以对纽约人口进行全面的检测 这检测速度明显还是跟不上啊 纵观人类发展史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1918到1919年的那场西班牙大流感 当时这场疫情在世界范围导致了2000万人到5000万人的死亡 另有研究估计死亡人数在5000至1亿 1918年的9月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 旧金山于10月18日关闭了所有的娱乐场所 10月24日当地政府下令每个公民都要佩戴口罩 拒绝戴口罩的人将被罚款 甚至是面临牢狱之灾 保持摔跤距离封城戴口罩 百年前旧金山的一系列操作起到了效果 1918年11月11日当天仅新增10例病例 且无死亡病例 1918年11月21日 旧金山解除禁足令 人民复工 经济重新开放 到了第二年的1月 旧金山的医院又满园了 第二波疫情爆发又造成了1356人的死亡 1919年1月11日 当地政府再次投票表决 即刻恢复了全市范围内的口罩令 不管是从这次疫情取得成功的国家吸取经验 还是从历史的悲剧中继续教训 盲目解除禁足令 都会造成疫情更大范围的蔓延 到那时 不仅经济再次停滞 人类的生存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虽然小编非常理解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 在大选年对经济复苏的渴望 但是小编还是想问大家一句 复工您真的准备好了吗